这个10度一直跟着这个温度往上升 那么到了差不多12度13度左右 你就会很明显的会看到 就是说整个环境就会有一点动态了 就鱼的活性低 它会很偏高 那么鱼就是它也会越靠越浅 那么当这个鱼已经开始 就定位在差不多3米到5米之间的时候 那么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pre-spawn了 那么当然就是说 你这个目射范围内 能够看到的这些常规这些标点 或者是水影 或者是一些碎石区 或者是一些这种外围的结构 只要涌成是控制在差不多3米到5米 就已经进入了一个pre-spawn了 然后在pre-spawn阶段 鱼也是在做一个预期 一个软身 它会很愿意吃 因为一旦这个水温就是接近到了 这个15度左右 就是说它的这个新生代谢会变得更高 你可能就会慢慢就会过渡到 这种残卵区域的这种外围 那么就是从这个主体的这种岸上 只要有任何硬结构和软结构的区域 你就可以开始通过各种反应 你如果收这种2米多的crane 你也可以在这种平坛上面就大范围的收 在一个像这种大一点的丸子 你不见得说在这种大弯的这种 这种转角里面 搜索一些比较紧密的角度 你就可以在这种很大量水点收 因为鱼它一旦就是说进入这个pre-spawn 它是会结群的 它会在一个大坛上面就像一层乌云一样 它会在上面徘徊 这样碰到狼群一样的 当你找到狼群以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复合量片或者是这个Vib 就是一直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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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旦找到了以后 基本上鱼它也不会移动太远了 它是等着这个温度再升到一两度以后 它就会过渡到这个spot 想比较于过渡阶段 缠卵预期的鱼鱼活性较高 涌层较浅 为了给缠卵期续集足够的能量 这一时期的鱼鱼咬口十分凶猛 因此对于做钓者来说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今年的浙江天顶湖做钓 就恰逢这一阶段 山茂的水域还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定位就差不多在 在差不多五米多了 虽然现在是处于这个滴水位 那么从这个点 从这个点一开始 我就觉得我可以做很多 就是 这边水稍微就是能见度会比 我们从这个码头区域出来的那边 区域水会稍微就是 比那边会浑浊一点 但是也是足够 然后来的时候其实我也蛮想就从 先从GEC先开始 就是对应这片区域 但是 条件就刚好那个发生挺巧 没来就开始起风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就是先复合量被过渡一下 那所以今年的这个整个这个春季的过渡呢 就是都不太一样 到了这个浙江省又是另外一种领域了 那么这个水温和这个江西虽然是平行的 但是这个我们到了这个天顶湖 就整个鱼的形态和领域就是不一样了 就是鱼它面临到了就是一场就是豪雨 所以照常就是说这个水位就是也是临时提升 然后加上这个豪雨呢也让这个水色呢有点沾涩了 就水色就比较浑浊 所以产染区域也就是面临到了一点危机 因为到了这个区域的时候就是这个整个整体的水温就是已经百分百达标 那么也很明显就大岸就是说鱼都已经比较稀了 那么一旦就是过渡到了这个这种主要的这种残卵区域呢 就是也没有看到鱼 因为水位也不够满 所以说那个很多这种残卵的湾就是说也没有被水覆盖住 那么鱼它所这个定位的区域呢 就是比较靠近这种大的这种主体结构上了 因为钓的范围就不是说很广泛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从一个点过渡到下一个点 或者把一个模式再复制到下一个点 你就需要按照这个整个实际情况呢去对应这种渔情 既然像风那么大就是我也不打算打算进弯子了 我们就尽量就找一些这种过渡的点啊就搜一下 因为我现在的预感是很多鱼就还在pre-spawn 然后也许也许我刚收这个复回来面收的也是有点早了 因为你看你越是你越是往里面走就是这个水色啊 就稍微就是还是会浑一点 天井我们的低调 希望你们都不会无聊 OK 在我的意料中也是差不多 我觉得应该就是鱼还是处于在一个pre-spawn 很完整我觉得来的也是比较慢吧 因为我也是有点犹豫 我觉得这个水温啊就是上来的很快 但是我也没有说特意的去关注啊 就是上轴的气候 所以说有可能这水温也是临时这样子回升上来的 但是你看就是跟不输江西的品质重重的 也是差不多有个就是算是800克左右的鱼了吧 有一公斤 pre-spawn 阶段的时候 鱼它差不多就已经开始离开这个 5米5米以上的这种泳城了 它就基本上已经开始就是过渡到这个3米到1.5米之间了 那么它进入了这两个泳城 一样就是说你就不用就是说在过渡阶段 那你可能是要通过窗口去对接这两个泳城 但是一旦到了这个pre-spawn以后 鱼它基本上就已经定在这个泳城上了 所以你一旦就是说在这个3米或1.5米的泳城中 或者这个1.5米的这个有条件的这种地形下 如果有这种软结构 或者是有这种就是说有一点这种死坏存在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点 那么这也是借个应该去的区域了 作为产卵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产卵预期的鲁鱼已经活跃在产床周围 随时准备着进入产卵阶段 在天井湖的座调中 托马斯选择使用这个应对暴雨后的危机 好奇怪就是不可以收收的太慢 也就是差不多40多 天花板上面 就好像就放慢 我觉得鱼就是很完整很干净 这条鱼就是还在 也是还在pre spawn了 但是我觉得它们也差不多准备了 我觉得这鱼都已经算是潜水鱼了 就复古这边也都已经发红了 OK我们让我们先庆祝一下吧 然后我们把这条鱼先放了吧 我觉得两周以后 这是要明显的一条熊鱼了 我觉得这条鱼长得就是长长的 一看就是一看就是条熊的 或者这几天吧 如果天气不要大翻转 我估计它也准备要做残床了 做掉铲卵玉器阶段注意事项 一 铲卵玉器阶段鱼活性高 涌层浅 咬口非常凶猛 二 这一时期鱼鱼一结群 多数选择在有软硬结构的铲卵区外围集合 三 食用尼尔 复合亮片 crunk 这个等 随着鱼鱼向浅层转移 贯穿整个铲卵机的木石做掉 逐渐显示威力 那么关于这个木石做掉 记得就说不要只是把它定位在这个 残软期阶段 就从这个过渡期到这个玉期 就算是那个任何遗季 就算在一个比较极端的季节 在冬天 你一样可以这个木石做掉 因为只要你能够看到鱼的话 那就是一个目标 那就是一个标点 就是一个视觉的一个标点 那么你能够看得到 调得到就是你的 然后一切都会通过视觉来决定 这整个过程 两只应该交配 你看这交配 你看 在交配 不弄不弄它 我不想掉它了 你就看一下 两只正在配合 你看到了没有 就是翻白 你看两条 我不想掉了 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喜欢这样弄 你看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不想掉它 就是你就看 我觉得我们不要弄它了 对 有一条回来了 哦那条不是 你看它赶它 你看你看我说会赶嘛 你看 你看那条很景色嘛 你看它知道嘛 你看到没有 你看它巡逻嘛 对不对 它说你看我不钓它哦 你看我不钓它哦 就投进它发疯了 你看它就很火 牧师做钓注意事项 一 牧师做钓要针对性做钓 选择自己所要钓后的目标鱼 二 牧师做钓不等于产卵膝做钓 适用于整个春季 三 做钓时应选择面对鱼背进行 低深观察 不要打草惊蛇 所以鱼的形态就是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都会不停的在变的 所以这个不可预料的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你要顺着整个大环境的不停的演变 你才会有这个依据 然后才会有这个经验 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已经到点了 那么我们也从这个预期过渡到了这个残卵预期了 那么别忘了 就是我们下一期呢还有两个阶段 残卵期到了 又是这个的时候了 那么到了这个夏季 post on 后期阶段了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